原來現在街市有很多蛋賣的 有不同 有荷蘭蛋、港西蛋、雞蛋、鴨蛋、鵝蛋都有 這間過去問有沒有恐龍蛋 話說家附近開了一個街市 原本是啟業街市 有一個啟業市場 今天好天了 就過來看看 我喜歡逛街市 看看這裡的價格 和環境是怎樣 你也看到新假期 Utravel 都一直在報道 過來吃午餐 看看腸粉是否真的好吃 最初步走一個圈 其實也挺便宜 因為走街市 你會找到一些指標 去提到街市便宜 例如菜心 或者豬肉幾千斤 你大概知道 我喜歡看海鮮 一條魚幾千 一條魚幾千 我大概知道這個價錢 其實整件事最好是有冷氣 如果不是街市便宜 另外是真的乾淨 以前走街市都是 濕濕濕濕的 但現在 都很乾爽 地面不會滑到公公旁 這是值得一讚的 還有廁所 以前街市的廁所 一直都是有臭又髒又多 現在廁所都很乾淨 還有紙窄店 還有兩間 以前紙窄店有兩間 兩間也有三間 現在變成獨市生意 如果你去過外國的市場 你會看到 這裡也很像 一個個菜籃 然後洞排出來 有點像荷蘭 紐西蘭 那些菜市場 但是它旁邊有很多 很本地的東西 有些藥材 有些干貨 那整件事很fusion 另外一件事值得一讚 其實就是 街市裏的員工 是很有禮貌 因為剛才洗地 或者走過 他們都會說 喂 美女哥哥婆婆 姐姐 那 你記得以前街市的印象 就是很惡 那現在都改善了 那 這件事是 真是好事 好了 肚餓了 要找東西吃了 那這裡走出去 整條街都是食店 你看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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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吃下去就像炒火粉裡面的肉碎 好吃嗎?其實好吃的 我一個腸粉加上豆漿29元 少少貴 但是我想它也要交租 要人工 都算OK 味道也算OK 蠻有趣的 而且你看到我哥哥很努力地織製 所以日新鮮都會好吃很多 你看看豆漿 很可愛 以前街市有一間專賣瓦仔糕 豆腐花 我記得當時會跟朋友10元3個豆腐花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檔 以前當然不會叫高高高 其實曾幾何時我叫我媽媽 就不要再去連鎖市場買東西 例如有萬糧神市 旁邊有藥房 就盡量去藥房 例如說屋邨那些 如果你看到有偉康 旁邊有量油泡 如果你買一瓶豉油就去量油泡 那我的原因是 其實你知道大財團問人拿貨 一定比小商戶 那你出入市場一定定價會便宜很多 那你便宜過 其實也不是很多 可能便宜一兩元 但是如果你因為一兩元 就要進去維康白街買 那你結果最後會怎樣呢 最後小商戶會收拾一顆 即是怎樣呢 慢慢就沒有了涼茶 我只剩下紅福堂 慢慢就沒有了藥房 你就要去萬糧神市 那再不然其實從此就沒有街市 沒有菜蕩肉蕩 你全部要進去白街買那些 那大家不想這件事發生 其實就幫助多些小商戶 那你見到其實這個街市 很漂亮很乾淨也很便宜 那其實這件事是不太合理的 那你又又漂亮 環境好 那些東西還要便宜 那你還要便宜 那究竟那些錢去了哪裡呢 那呢 那看了一些報道 都是看蘋果 那其實它說領會的街市 會有一些 有好檔在裡面的 那你 入領會的場 即是領展的場 你的東西不能隨便降價 那你降價要申請 或者要給他們知會 那另外就是 如果領展有些 有好商戶在旁邊降價 譬如你菜心6元斤 那領展看到周圍的市場 譬如他去牛池灣看到 原來那邊5元一斤 那你就要叫有好商戶 定4元一斤 那你沒辦法 你旁邊的商戶要跟著去降價 因為如果不是你競爭不了 那 那為了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領展會做到 這個街市是一個 又便宜又漂亮又乾淨的市場 那它慢慢就可以拿到 更多的經營權 那 在商業角度是不能後悔的 也是一個好的策略 那但是在市民的角度是怎樣呢 那市民的角度就是 有一個好的市場 有一個好的價格 有些東西是漂亮的 種類有多的 那就可以了 那但是 商戶應該也挺難受的 我不知道 那 現在這裏開了 未夠一個月 那我們可能 再過一個月後回來 或者兩個月後回來 那看看有多少 商戶會退場 或者 或者他們會不會停 一些產品 或者再開一些新的 新的 商品出來 去做他們的營利 如果不是 我覺得 都應該挺難捱的 領戰的租 好啦 如果打算坐一會 就可以落格 吃多一點東西 但是發覺很飽 下次再來吃 過了 好了 嘗嘗 其實在拍攝的時間 都看到一些 領戰的人 在那裏巡查 即是查一下店鋪 乾不乾淨 還有 看到他在那裏巡查 看到他在那裏拍照 拍下他的照片 不是記者來的 肯定不是